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腾腰华将 这个鸭装木是人们长期以来比较喜爱的一种管业发挥 它白放在室内 不但净化空气 还吸收室内的有害气体 但是没分到冬季 有外朋友买的这个鸭装木 不是烂灵 就是死亡的现象 鸭装木是比较习惯的 但是它夏天的时候怕强惯 你要白放在室内的话 你最好是叫做剪刀散射光 你假设要老是别在这个客厅里 它刀子的这个井根尖炎比较畅 影响了它的这个观众价值 你戴着这个鸭装木 它这个图子比较突放 你可以用这个圆图和这个覆埃图 就按这个比例给它混合以后 戴着了以后都能满足它的成长需要 进入冬季 你这个鸭装木的温度 你必须得保持在8度以上 你要低于这个5度 它往往都容易受到冬海 这个喷脱过干的情况下 它对它的影响不大 假设要是温度很低的时候 你要脚航肥 脚航温度低 很容易导致这个受冬海的现象 一年四季 你可以使得胆内加肥 但是呢 必须得保费其事 你要关于黑龙的肥料 很容易上肯 东西吧 你控制食肥 这个鸭装木 你养好5年以后 它很容易开花结果 变形管世界的很漂亮 只要这样我一上街点 你的这个鸭装木 都会养的这个鱼鱼鱼鱼鱼 好了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